五个来欧洲必看的大教堂 最后一个一定会让您震撼到 第一个 意大利弗洛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 建于1296年 圣母百花大教堂至今已有726年的历史了 这座油白、红、绿三色花钢岩贴面的美丽教堂 将文艺复兴时代所推崇的古典 优雅、自由权势的淋漓尽致 第二个梵蒂冈 圣彼得大教堂位于世界最小国 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 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教堂 建于1506年至1626年 它是古典主义形式和巴洛克建筑风格的结合 外观壮丽宏伟 内部富丽堂皇 从穹顶到地面 放眼望去竟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大作 第三个 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 天才设计师高迪的代表作 他曾说直线属于人类 曲线属于上帝 圣家堂也一如他所有充满其思幻想的建筑 舍弃了所有的直线线条 取之以螺旋 双曲线 抛物线等属于上帝的线条 教堂始建于1882年 是世界上唯一一座 尚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 第四个 米兰主教教堂 雄聚在市中心的米兰大教堂 修建于1386年 历经500多年才完工 被誉为意大利最壮丽的哥特式建筑 因为是大理石做的 还被美国作家马克杜温称赞为大理石的石 数以百计的尖塔直插天空 白色大理石外墙上雕刻着数千座雕像 内部空间宽广 阳光透过窗户 美丽的彩色玻璃镶嵌化射入 光线朦胧 充满庄严的宗教气氛 第五个 德国科隆大教堂 它是德国第二高 世界第三高的教堂 是双塔哥特式教堂的典范 相传舒曼站在他的祭坛之前 被他的气势所震慑 于是有了莱茵交响曲的灵感 这样的建筑即便是放到现代 也很难有人能够超越吧